6月4号大批移工托者大包小包行李 在柜台人员及仲介公司员工代理之下 通通住进新竹市这间旅馆 原来这32个人被仲介藏进旅馆内 看似没有异状 上不到之后发现其中竟有6人确诊 这一个旅店它有9名的员工 还有一位在这里住宿的这个民众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事件非常非常的恶劣 所以予以重罚100万 原来苗栗爆发移工群聚 感染案后竹南的大智大力仲介公司 却没有配合宿舍降载 还偷偷把人送走 仔细看宿舍上下铺异常拥挤 原来移工通通挤在一块 原本应该要把人送进这种防疫旅馆 但4号5号却还把高风险的移工 从苗栗送往新竹市 结果不止6人染疫7号还有5名移工PCR阳性确诊 只是苗栗的确诊者确实在新竹市医院收治 苗栗卫生局恐怕难此其咎 是一个误会吧 就是说今天可能确诊的人 他是复在或是涉及在苗栗 可是他当时去就医的时候 是在新竹市的医院被确诊 竹竹苗这个防疫作战联盟 只有新竹市疫情好 也不会真正防疫工作好 而是应该是全国的疫情都要好 苗栗县府澄清事后才得知 已经协助转送集中检疫所 移工染疫确诊差点引发 县市对立罪魁祸首的人力仲介 恐怕得负起最大责任 三辰章号一网子玉宏庭 SNG小组新竹苗栗报导